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时间7月7号表示 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·古特雷斯 美国将于明年7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此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威胁暂停缴纳 美国每年4亿美元的会费 另外根据世卫组织成立时设定的条件 美国正式退出需要提前一年提出申请 并且必须完全履行剩余的财政分摊义务 对此美国民主党议员指责特朗普 试图转移人们对他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方式的批评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·梅嫩斯德表示 此举无法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或利益 只会让美国人民遭受病痛 令美国孤立无援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博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